真是要疯了 开米瑞降到12万多了 为什么曾经的男人神车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销量实在太惨了 2024年2月份开始销量就没突破万两过 2月份3月份更是只有6000多辆 要知道此前开米瑞可是越越破万 肯定是被逼疯了 为什么因为比亚迪太狠了 汉地亚马荣物药板打到16万的区间了 然后又来了秦L 把中型插混轿车的价格也干到了10万以下 无论是颜值性能配置 开米瑞哪哪哪都打不过 打不过怎么办呢 只能降价求生了 别说什么合资的脸面了 毕竟活下去啊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比亚迪 只要你打算买车都得对比亚迪说声谢谢 你看看曾经高高在上的那些合资车型 曾经加价还要排队买的那些合资车型 雅阁天籁汉兰达CIV图观荣放的 甚至是从来不低头的BBA们 保时捷们劳斯莱斯 哪个不是朝着自己举起了价格的屠道 所以啊 无论你买不买比亚迪 其实你都享受到了比亚迪给你带来的红利 感谢比亚迪 感谢日益强大的中国品牌